好,我们来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 这里IC1这样子就跟你这前面取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它是属于算是一个资料库的名称 你的资料库,大的资料库 然后大的资料库里面我们可以建专案 接下来叫做专案的名称 专案的名称通常没有值的 比如说呢,我随便写啊,这个专案名称到时候可以删掉 假设我就写一个,我就打个Firebase test 好不好 然后里面呢,这是专案名称 然后接下来我新增 新增怎么不见了 来,因为新增方式错了,再一次哦 等一下我从哪里出来 我移到字后面的加 我说这是资料库名称 然后按加了之后 接下来是专案名称 假设我打一个Firebase test 好,打完了之后 专案名称打完之后 接下来要新增的叫做标签 这就按,我在这里按加 我在这里按加,不要按新增 在这里按加 假设呢,好 这里的标签我要打什么呢 我随便拿好,假设打test1 它的值是随便给一个,12345 然后再来 新增,你看它就新增一个了 然后呢,再来 在这个专案底下 我再建立第二个标签 test2 然后呢,随便我就写一个 56789 OK,新增 你看它是在,仔细看这个 塑造结构哦 Firebase是专案名称 底下有两个标签 标签各有它对应的值 那但是呢 如果我要再加同样的标签跟值 再加标签跟值 别忘了请到上面这一个 的后面的加 去用 假设呢,我叫test3 值,我故意不要用数字了 我用A 好吧 行增 好,这样子我就建一个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资料库 OK 我说它这个资料库 跟我们一般好像常常 熟悉的Sequel资料库 是不太一样的 这种是我们后来 我说近十年慢慢兴起的一种资料库 叫做NoSequel的方式 NoSequel 那这种方式就是 标签 直 标签 直 标签 直的方式 OK 再次提醒 上面这叫资料库名称 这叫专案名称 专案名称 底下有 标签 直 标签 直 当然 我这个资料库底下 我还可以再建第二个转案 我还可以再建第二个转案 这个等一下再慢慢讲 可以再建第二个转案 请各位先简单的 大概建的多客人 多多少少有点出力无所谓 好不好 先建到这里 请各位也先 资料库先建立一下 好 好 好